新北市中和一间都是正妹店员的手机行 之前就疑似因为同业眼红 连续有两家分店被泼漆 而距离案发呢 才两个星期 现在嫌犯还没有落网 他又三度到手机行泼红漆 店家又漆又无奈 还嘲讽嫌犯说 这个泼漆的姿势看起来很专业 根本就像是电影卡诺里一样 同一名嫌犯戴着帽子口罩 穿了一身黑 晚上又来到新北市中和的这间手机店 他先晃了一圈 看四下无人再度犯案 再度被迫切的一瞬间 附近的邻居和店家全都被惊动 有人帮忙打电话报案 这间手机行在两个星期前 才疑似因为店里店员都是年轻正妹 生意太好 遭同业眼红杂七 没想到15天内 两间分店居然第三度被人迫切 你说节约 因为我也常常上媒体 那一些谈话性节目就揭发这一行 比较黑暗的面 会有这么多员工 然后员工提心吊胆 我们有信心 在短期之间之内 能够将犯嫌弃捕到案 警方掌握嫌犯身份 不过店家无奈的挖苦说 对方颇漆姿势专业 根本可以媲美卡诺 现在只希望三度犯案的男子 能快点落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